昨天我们节目出了个错 我说的著名作家阿诚老师 但是著名作家不光一个阿诚 我说的这个阿诚是中阿诚 城墙的城 原来还有一个黑龙江作家叫王阿诚 是成功的城 所以我的编导 他听音说阿诚 他百度上一搜 结果 我们编导也挺聪明的 挺会就地起材 我这小插评 有的观众把它说成是我们节目的二维码 他拿这个当成我的屏幕 就在这 我说中阿诚老师 他给出成黑龙江的阿诚作家的照片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编导挺不容易 这么样的一个小节目 我还以为 就是独往独来 赤条条一身 无牵挂 哪让你想到 这真是一个离了合作 什么都干不成的社会 这么小的一个节目 我都要有几个编导配合 有一个编导组 不管我在天涯海角 我录完了先传给他们 他们给这个节目穿上个衣裳 才传给PPTV 有的时候我传晚了 传到半夜12点 他们这俩编导三个编导的 弄就得弄得通宵 所以我觉得也挺辛苦的 而且我也想起 这方面的错 更严重的错 我都经常遭遇 我记得做这个电视节目 那这个更隆重一些 现在电视台 你认为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用这个实习生 当免费劳动力 或者是廉价劳动力 实习生也没办法 现在大学生找工作太难了 他为了想到你这工作 他不得不就这么给你干 所以实习生毕竟是孩子 有些事孩子思维挺灵的 但有些事 他没有这个背景知识 有一次我就说了 我说到原来伊朗的总统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 内贾德总统 然后完了 我就让实习生编导 我说你配上一个照片 等这个节目首播的时候 我一看我的脸就绿了 他出的照片不是穆罕默德 是另一个穆罕默德 哪个穆罕默德 是911飞机撞大楼的恐怖分子 的那主谋之一 穆罕默德 我的天哪 我赶快说 改 这节目重播的时候就得改过来 然后完了 我就整夜里等着第二天 这个雷掉下来 结果 没事 领导没提 这事就这么有惊无险的 就给过去了 从这个事情里 我就深刻的体会到 我们节目的收视率太低了 没有人注意 把伊朗总统打成了恐怖分子的 穆罕默德的照片 好 后来我检讨 其实他这个错跟我误导也有关系 因为我看的是伊朗总统英文的名字 你看所以人你得多精确 你也是无往而不在错误之中 伊朗总统内甲德 他穆罕默德是什么 他是MAHMOD 所以其实大部分咱们翻译 不把它翻译成穆罕默德 而把它翻译成马哈默德 这个挺接近 马哈默德 埃哈迈德 内甲德 至于伊斯兰教的先知 穆罕默德 是M-O-H-A-M-M-E-D 你看 咱们看着就是忘音生意 穆罕默德差不多 穆罕默德 结果 这小编一听 好 就是壮大楼那穆罕默德 上了这照片 当然这个张冠李戴 也是无心之失 有一种张冠李戴 是有意而为 你看 这两天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面传出这个新闻了 北京国际电影节上面是说有两个蹭红毯的 现在你知道蹭是一种生活态度 有一种人叫蹭客 就是蹭吃蹭喝 蹭票 蹭客 哎 这个 这蹭红毯的 都出来了 还有蹭网的 蹭妞的 蹭妞怎么蹭 咱们以后再说 这 这是蹭红毯的出来了 这俩哥们呢 就跟着一个剧组 那个剧组呢 后来那个剧组很生气 说这么高级别的保安 怎么可能这俩人跟着我们就上去了 说本来我们剧组七个人 结果走上红毯 发现多两个九个人 其中有个演员叫师野浩二 师野浩二还问这俩哥们 说你们哪的 这俩哥们说我们是制片人的弟弟 这师野浩二为了显示我们剧组要团结 合影的时候 还把这俩哥们楼间搭背的抱一块 尤其可乐的是接受采访的时候 师野浩二 讲完了 这习惯性的把话筒就递给旁边 这俩哥们振振有词啊 说那我们表是祝贺 怎么怎么着 最后被发现了 扭送派出所 我觉得这个事也挺逗的 其实这俩哥们到底有没有罪 这个是有争议的 蹭红毯 要照我说呀 他们俩应该聪明点 应该到派出所去宣称啊 我们是行为艺术家 我们搞的这是行为艺术 说你们这行为艺术 是表现什么思想呢 我们行为艺术是表达 对走红毯这种流行文化现象的反讽 解构 行不行啊 你看 现在少数演员吧 他们的演技 恐怕也就体现在红毯上吧 真正的演技也就是体现在红毯上 而这个正正说明 如果演员的演技只是体现在红毯上的话 那么你行我也行 这俩哥们满天过海 你不也都没看出来吗 群众不也是掌声如雷吗 这说明走红毯这事谁都能来 而且话又说回来 他们俩山寨走的是国内的红毯 国内个别的影星 咱们不也听说 不也是到国际电影节上蹭红毯吗 你蹭 我怎么不能蹭 大家都是蹭 咱们蹭出亚洲 蹭向世界 把这个全世界的每一块红毯 都让他都蹭上 让全世界所有的红毯 都在中国人铁蹄的践踏之下 这咱们多仰我国威啊 而且再说到这个 我又想起一出 这个张冠李带的事 我自己都碰见过 就这次北京国际电影节 我看到施瓦辛格 那个大只佬也来了 我想起我对他有点怕 为什么呢 我主持过好多年前 主持过一次残奥会的 那么一个发布会 那么施瓦辛格这个家族啊 是很喜欢做慈善事业的 而且好像就跟残奥会 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那天他来 我是主持人 那么我要介绍啊 五位智障运动员 就智力有障碍的智障优秀运动员 接受施瓦辛格的鼓励和慰问 施瓦辛格呢 他开头这种大味 他都不出来 他都在后边休息室休息 轮到他他才出来 所以呢 我主持宣布这五个运动员上台的时候 我一看见他们 我就知道不命 为什么呢 这五位智障运动员呢 他们穿的西装跟我一样 都是灰色的西装 大同小异 往我身边一站 我们就是跟一个队里出来的一样 然后这个时候那形势不等人呢 我就宣布施瓦辛格先生出来 他大踏步 呱呱呱就出来了 出来了之后 他每个运动员逐一的 这个慰问 他有种把那个对方当成这个年轻人小孩子一样的这种鼓励 每一个拥抱 然后拍拍后脑勺 呼啦呼啦 好好干 什么的 好 他就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等 越到我身边 我越紧张 我也不会英语 这玩意也没法说 我不能说 我不是 然后我就看见他到我身边 我就觉着该到我了 我能说什么 我说no什么的 不由分说 施瓦辛格上来就给我一个拥抱 然后一模一样的拍拍我的后脑勺 well done well done 所以张冠李戴的事 也是一个国际大会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